今晚香港的玫瑰開落 而且疫情無情 玫瑰結尾包的狀況來看 今年今晚香港的玫瑰開落 將會是最近2、3年來上過的 今晚香港所基盤 收玫瑰開落 也正是三個典開 日後祖新生這兩村 三個部落 約黨桌推出 部落親土路有行動 法院有警察賓獎 可以做過來報名參加 現在目前多算多 比去年多很多 因為這個都已經算出包了 現在目前只差那個雨水 如果連續之後 這一禮拜都一直雨水下來的話 原來上5天後 這個花都會開了 雖然台大塾所玫瑰上頭 玫瑰也只是藍藍散散開花 不過手機卻看得到某某的花包 已經可以預告 今年玫瑰開花的成功 人愛鄉主要收玫瑰區 助新生兩村 其實已經看得到玫瑰美麗的信頼 其中間有少數幾棟老玫瑰 出現玫瑰美麗的景色 因為看這個天氣 前陣子有點下雨 所以現在有花包就開出來了 比去年的好 對 比去年的好多 現在是在裡面那個山青的 那個梅園那邊還有 部湖梅園那邊開得不錯 都開得不錯 對 現在這個花包都蠻多的 有來一波的寒流 所以有提早開花的傾向 就是說這一周如果再下雨的話 原來上花層可以開到四層 當然後續因為天氣冷度夠的話 可能還可以持續到1月10號 對 那我們預期今年的花光會比去年好嗎 會 會比去年好 因為今年上週跟上一週 都有那個冷氣下來之後 有一個雨水 掌聲 真是梅會期 今來希望國蘇主辦 合作新生收梅會幾個正式登規 公蘇結合兩賺三個步落 不但安排到到政府的節目表演 青流 中原和新生三個步落 也分別推出真有得ré的收梅會 跟部落津沉倒體驗優廷 我們的特色除了賞美以外 現在社區部落的導覽方面 那也都陸陸續續的 都有在上課 那也都是非常專業 那在他們導覽員 也會帶我們的遊客 到我們的各部落的秘境 去欣賞 包括我們的一些傳統文化 還有我們的在地產業 經濟起上郊一步 最近幾天可能會又落後 如果真的落後 美容六觀古街 將會催化美會大規 完蛋到二美會 只要可以開到五聲 人愛鄉公所表示 收美會整正式開始 一直到這月十九號 歡迎國地UK真愛人愛鄉收美會 參加部落審讀路由 繼續王家成蔡宏報道